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的灯组设计不一样 然后整个车尾下包围也不一样的 线条刻画的跟车头类似 更加的运动也更有张力了 类似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了双联屏的新家族风格 有了液晶仪表 还有10.25英寸悬浮多媒体屏幕 然后再加上空调 出风口等小细节的调整 让原本就舒展的内饰 更有档次感 双控大屏这套传奇 Rdigo自家互联生态系统 功能也非常丰富和好用 语音控制 导航 CarPlay和CarLife手机互联都有 还有QQ音乐 电台等小应用 以应俱全 然后配置方面 传奇一直也是给足你想要的 以我们这台高配车型为例 可以看到像一键启动 电子手刹多功能方向盘 还有就是像自动大灯以及全景影像 同时自动空调还有前排座位的最加热和后排空调出风口 还有就是前后的USB的充电接口都足够的全面 所以这样看来以这个价位这个级别 真的可以说是既实用又全面 当然这个天窗如果能升级为全景大平方 那就更具吸引力了 空间方面的表现没有变化 储物空间丰富 后排座椅也较宽大 舒适性不错 还支持四六比例放倒 当然后备箱也够大 所以各方面的空间表现依旧均衡 好了 重点来了 开起来动力方面 这台传奇GS Plus也换了新的了 搭载的是1.5T三缸发动机匹配七速双离合变速箱 而说到这里相信有网友就会跳出来说 哎 三缸加双离合 这是什么迷之操作 这又是哪里来的 迷之 自信 没错 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虽然三缸机开起来其实并没有什么毛病 反正我是能够接受 但是市场的反馈可不一定了 多数消费者还是会有点觉得三缸发动机差点意思 所以像通用都顶不住销量换回四缸 而这次GS Plus全系都是1.5T三缸 不得不让人有点担心 不过实际的动力表现又确实比老款GS1.3T四缸发动机 好了很多 要知道之前的1.3T它的动力只有130多马力 而现在1.5T发动机有着163马力和235牛米的占辅数据 所以实际开起来动力的感受真的是有提升的加速 积极了不少 对这套动力总成我开了很久之后 我发现真的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好 可能大家依旧跟我一样最开始抱有一些偏见 觉得它会有一些抖动或者说有一些顿挫 但实际的感受并不是这样的 首先三缸发动机你开起来从车内感受 包括动力的这种力度还有平顺性都不错 然后双力和变速箱吧 换挡效率也更好了 所以整个加速感动力表现足够的轻快 这点真的调不出什么明显毛利的 所以这样看来这套动力还是OK的 只不过有一个不足的地方 我认为就是这套双力和变速箱 它的降挡调的并不是特别的积极 所以一脚游下去 稍稍还是会慢一点点 所以对于这套动力总成 如果不告诉你 你开起来的感受 真的就只会比老款更好 当然我不是来瞎吹的 其实传奇有更好的做法 就像GS3一样 既有1.5T三缸 也有1.5T四缸八分级 那也会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 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下 转向底盘悬架能表现 首先转向的力度适中 不会太轻柔 而整体的手感有足够的线性 所以感觉还不错 然后底盘悬架就是一个优点的 我觉得传奇一直都调的比较的整体 然后悬架也足够的有韧劲 所以还颇具一些高级感 当然像NVH方面的表现 也没什么大的毛病 所以这台GS4开起来 依旧是足够的均衡 传奇GA4一直是一款均衡的家用紧凑型轿车 这次GS4在之前中庸之道的基础上 让自己有了更加年轻运动的一些态度 当然各方面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不过换装1.5T三缸 真的不算是太乐观 毕竟市场的反应还是有点谈三色变 行吧 太快上市了 就看价格如何 这期的试车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